中国的高铁的发展越来越快 很多国外的游客 见识了中国高铁的速度后都忍不住赞叹 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向中国的高铁看齐 但在一众的称赞中 日本却发出了一些吃之以鼻的话语 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 中国高铁之所以能进步神速 全都是靠日企提供的防松罗姆罢了 目前北京复兴号高铁还在建设 日本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宣布 撤回原先向中国提供的罗姆 很明显就是想借此限制中国高铁的发展 那中国会让日本如愿吗 现如今的中国高铁所使用的罗姆 全是从日企当中引进的 原因很简单 这家名为哈德洛克的企业 拥有难以企及的罗姆制造技术 及公司所生产的罗姆契合度高 拥有长期不易松动的优势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企业 没有办法造出这种品质的罗姆 日本方面想要通过撤回罗姆的策略 让中国对其低头的想法 极其愚蠢 很多人好奇这次日本撤出罗姆 会对中国高铁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基建的实力 早在精进成绩高铁成功开通后 中国高铁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基建水平 从那以后 便有很多国家愿意请中国帮忙建设本国高铁 而现在中国的基建水平明显有了更高的提升 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生产罗姆 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此就算没有日本的罗姆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 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进步 尽管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但总的来看 工业基础还是非常强大的 中国工业上的短板 只是因为暂时顾及不到罢了 因为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攻克许多重要的技术难关问题上 只有这样中国的工业才能继续进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 我们不禁想起了圆珠比心事件 国内并非造不出这些产品 只是并非首选 同时还要强调 尽管日本的哈德洛克公司 选择撤回中国的2000万罗姆 并不会对中国造成多么大的打击 说实在的 之前国内的大型钢铁公司 不愿意做一条专门的哈罗姆生产线 无非是因为投入和汇报的比例 不够吸引人罢了 哈德洛克此次撤回中国罗姆的决定 是一场损失 因为中国完全有能力 自己研发这种罗姆 日本想要限制 中国高铁的发展的期望会落空 而这家日企的市场规模 有可能因此变得越来越小 是一场损失的